范蒂冈电台讯 教宗方吉各10月29日主日 在宗座大楼书房窗口 带领圣博都禄广场上的朝圣信用 松练三中经 在念经前教宗说 耶稣以毕生的经历 宣讲并实践 那真正重要和必不可少的事 也就是爱 爱赋予生命活力 使信仰之路 结实累累 倘若没有爱 生命与信仰都将会枯竭 教宗透过主日选读的 马斗福音 解释天主与人之间的爱的关系 在福音中 圣使马斗祭祝了法利赛人 给耶稣提出的阴险问题 哪一条诫命最大 耶稣回答说 你应全心 全灵 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 你应当爱尽人如你自己 教宗指出 耶稣要人知道 若不爱天主和尽人 就无法忠于天主的盟约 你可以做很多善事 遵守许多戒律 但你若没有爱 这一切都将一无是处 教宗又引用出古记解释说 人无法信守他与上主的盟约 却苛待盟上主保护的人 即寡妇 孤儿 外侨和移民 等孤独无依的人 Sacerdote dei Giuseppini del Murialdo 感谢观看